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場科普講座 很高興看到一些新的同學 或者是我們新的朋友的加入 那今天的講者是我們中興大學的鄭建宗教授 這個講題其實很有趣 不過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是因為 昨天我們之前的宣傳要談那個 我不曉得有沒有一些人的興趣是放在紅外線怎麼投判的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我們這個 這個老師會跟你講到這一塊 但是紅外線它其實怎麼講 在我的日常生活裡是應用的非常的廣泛 那不曉得你們大概知不知道 我們很多遙控器其實都是用紅外線 可是我現在可能一開這個冷氣就turn on 或者是我的電視遙控器 甚至我們到那個有一些洗手台 你直接手放下去它就水就出來了 很多都是紅外線的應用 但是那個鄭老師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是紅外線應用裡頭比較不為人知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特別有意義的一個部分 就是它怎麼用在這種文物的修復保存上 那今天鄭老師有別於一般的科普老師 這個科普講座的老師 他除了會做這個同一篇的介紹以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其實準備了非常多的 這我叫什麼 KC啦 對 然後剛剛鄭老師提早到 也在我們中大拍了一些照片 所以可能各位待會會看到一些東西 是你很熟悉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最熱烈的掌聲來 那大家歡迎我們鄭老師今天的這個研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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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師的邀請 那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呢 到中大來這個介紹我們最近的一些工作 那 呃 沒關係 那 沒有 我拿這個OK 那 我拿這個OK 那我的專長的本來是非線性光學 那 影像的話其實是我的副業 但是最近所做的工作就是 副業做到快要變成主業了 那我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那個 文物修復 那 那這個的話應該就是上個月的新聞 這是豐原的石濟宮 那他的廟裡面的話有五十尊的神像 那這個的話在民國77年的時候被偷了十尊 這個是其中被偷走了一尊 那這個照片為什麼 民國77年的話那個時候還沒有數位相機 所以還是一篇 所以其實有人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把這些神像呢 因為做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就把他拍照下來 這個是被偷走了一尊 那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神韻 跟畫的方式 其實非常的細緻 那當然這個廟方 這個廟方的話 神像被偷走他一定會補上去 那這個的話就是後來補上去的 所以有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差別有多大 所以為什麼以前有些 舊的方式還有技法需要保存 就是因為是這個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好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修呢 那上個月的新聞是這一尊 這一尊的話就是那五十尊裡面 這是沒有被偷走那四十尊其中的一尊 那這個就是叫做劍硬筒 那這個在上個月的時候呢 因為你看他這個其實畫的 就是當時的技法做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看那個臉上的神韻 還有細節就非常清楚 然後就送去修了 那修完以後變這樣 OK 好 就是重新上氣 那什麼都變了 所以這個非常令人遺憾 好 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文物 當然這個就其實也不用我多說 大家一看這個實在是兩相對照之下 那個以前的工法跟技法跟現在完全不能 這個高下利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修 那當然我的合…這個不是我修了 這個我合作的對象的話就是 台灣師大的文物修護保護中心的張元鳳教授 那這個是他們在… 之前張老師在台南醫書大學的文物維護研究所的時候 他們的工作室外面 這個是在喝下午茶 那你不要以為說他們的工作都很輕鬆 他們是大概早上十點進去就開始工作 就一直工作 那等下你看一下他們大概要做哪些事情 那其實非常的辛苦 那做完以後的話就中午吃個飯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下午再繼續工作 然後大概三點的時候再休息一下 然後喝個下午茶 就是要喝下午茶的時候 然後就繼續工作 然後晚上吃個飯 然後大概吃完飯以後再工作個兩個小時 所以大概一天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每次都很想帶我的研究生去看一下 等一下到底是怎麼工作的 研究生早上十二點來 然後就坐在那邊 坐在電腦前面要思考很久以後 大概到三十點鐘以後 他才會去實驗桌上動個兩下 然後他就累了 然後又回到電腦前面以後 再思考很久以後 他等一下又要吃晚餐 然後就回家了 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是差別非常大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工作室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幅畫是2005年 這個是我們的國家音樂廳的兩幅壁畫 其中一幅的話呢 是黃軍壁等八位名師所畫的 那一幅呢被潑了紅墨水 那這一幅的話呢 是孫雲生所畫的 那這個 這一幅的話呢被潑黃墨水 所以呢 這個這兩幅呢 送到他們去修 這個應該是修好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的話就是大概是怎麼修 那這個是2004年 台南的大廳後宮 這個的話呢 你看這個媽祖神像 這個神像高有三公尺 非常大的一個神像 而且有 這個神像有200年的歷史 那這個是一個尼索神像 就是現今保存的最好的 那頭斷 2004年的時候 它是用 尼菩薩的話呢 裡面是用木頭做骨架 那這個木頭的話呢被重鑄了 重鑄了以後呢 頭就斷掉 整個就砸下來 好 那這個 本來的話呢 張老師 因為他的專長是 東方書畫的修復 並不是這種神像的修復 那當然他幫使負責就是要去尋找那個 團隊來修這一個 因為這不是他的專長 結果呢 那個公卿變四組 到最後變成是他的主持 那麼這一個神像的話呢 總共的修復經費是300萬 OK 那當然是 其實不多 其實金客量有限 他們用日本的材料 用德國的材料 請日本的祭司 按照標準的方法去處理 那當然呢 這個廟方就是 本來很緊張 想說怎麼辦 然後就開始去木館 結果發現呢 修約九號錢募得越多 那光台南綁織家族 光這個家族就捐了一千多萬 所以這個廟方賺了非常多的錢 OK 好 那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媽祖的神像 神像的臉 為什麼是黑色的 煙燻的 煙燻的 對 它是煙燻的沒有錯 可是這個煙燻的非常奇怪 只是燻他的臉 他的帽子的地方不燻 所以媽祖的臉為什麼是黑的 媽祖是女生 那一般來講 神像的話呢 就是第一個就是膚色 那如果你被封為神以後呢 就可以貼金國 所以媽祖呢 在清朝康熙之後 他就被封為天后 就一直封了 本來是夫人 妃 然後到清朝康熙 就被封為天后 所以媽祖廟有的叫天后宮 那有的叫慈濟宮 那就是戴康熙之後 就被封為神以後 那之後的話呢 媽祖神像就可以貼金國 所以媽祖的神像 一般來講就是膚色 或者是金色 那當然有一些特別的神 比如說像光光也 也許會弄成紅色或黑色 那媽祖為什麼要弄成黑色 為什麼弄成黑呢 那就相傳 因為媽祖是救苦救難的象徵 所以呢 他就把 就是代替了人們 吸收了很多的苦難 結果這些苦難呢 就化成黑色的東西 就展現在他臉上 所以呢 這被認為是救苦救難的象徵 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這個文物的修復的話呢 基本上之所以變成一門科學 就是要詳細的紀錄 那要怎麼修的話呢 用什麼方法修都必須要完全的公開 所以呢 這個臉呢 要修成黑色的 要怎麼樣要先開會決定 所以就是決定 單紙就是按照原料把它修成黑色 那但是呢 這一塊的話呢 就是從地上的 地上 就是 它有砸到 從地 那這個是臉部的 的一塊碎片 那就是 他們就很小心 什麼東西都把它收集起來 那按照目前的標準來講的話呢 文物的修復 不管再小的 再小的區域都不容許說 我去把它採樣 然後去做檢測 然後去做檢測 這是完全不允許 那旁邊這一片小片 就從地上撿起來了 那結果發現呢 它最底層是金箔 然後呢 煙燻了 再一層金箔 再煙燻了 再一層金箔 所以它總共被貼過七層金箔 OK 所以呢 最底層的話其實是金色 那後來為什麼變成黑色的呢 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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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時候會被忘記呢 應該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因為台灣不是被什麼 美軍轟炸 那搞不好廟東都被炸死了 然後就忘了 炸死有請就忘了這個 就不知道原本 原本是 原本是金色的 然後薰黑還要再貼金箔 所以就待著 應該就是那個 就是戰爛的時候 才會忘記了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就變成是黑色的 好啦 那當然 最底層的原作是金色的 那張老師當然就想說 我們應該把它修為金色的 可是這個事情呢 就是委員會要開回頭的 所以文物的修物方法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就把它 所以就決定把它修成金色的 那這個 好 所以修好是這樣 那這個跟前面的那兩個 前面的那兩個範例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式 那各位覺得這個修怎麼樣 這個很古樸對不對 那臉上的這個漆呢 是原漆 就是 在修的時候 是很小心把表層 一層一層把它洗掉 然後這個是留下最底 最底層的那一層 然後而且呢 這個嘴唇的話呢 也是原漆 就是用朱砂的圓 這個都是圓漆 然後他們清洗的時候呢 非常的小心 這個眉毛的話呢 是用鐵線漆 一筆一筆描出來的 所以的話都還留著 然後當然有一些破損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 他們就利用跟這個 原本的金箔的原有的材質很接近 就把它貼上去 所以呢 這個是在驗收前 前一天所拍的這個照片 但是呢 這樣修好 修好以後 我想大部分覺得 這樣是修得不錯的 可是呢 我覺得說 我花了三百萬 修好又為什麼舊舊 那個臉整個看起來 不夠金光閃閃 那就開始 動手腳了 就開始 貼金箔 貼一貼以後呢 貼得太亮 拍掉以後 在燈光照射下 就看起來像流汗的樣子 這樣的醜 所以呢 再貼第二層 那貼完以後呢 這個嘴唇呢 不夠紅潤 就把它畫紅一點 這個眉毛呢 不夠具有現代感 就把它畫得 就彎月形 所以呢 2006年 阿北去開關的時候呢 他樣子就變成 大名叫做 好 那這下子就出事了 對不對 你把一個 這個是一基古蹟喔 有兩百年的歷史 那怎麼知道他兩百年呢 因為兩百年前 這個廟呢 發生過一些大火 然後把神像燒毀 所以這神像呢 在兩百年前的時候 曾經重塑過 欸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對 那你說歷史可以記載嗎 連那個臉 臉都會 本來是金色都會忘記 所以這種東西一定記不得 那當時的人呢 也怕會 後代的人也會忘記 所以呢 就把兩百年前 發生的那一堂大火 然後以及怎麼修的 怎麼重建這座廟的 刻在三塊石碑上面 然後這三塊石碑呢 就埋在媽祖的肚子裡面 所以頭斷了以後的話 從他肚子裡面找出這三塊石碑 所以才確認了 這一尊神像呢 有兩百年的歷史 所以這個是一級古蹟 然後就被這樣子搞 OK 好啦 那這個 這下就出事了對不對 絕大部分都無法接受 你把一級古蹟的神像 修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廟方一緊張 就全部推給張老師說 這是張老師修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實驗座紀錄是非常重要 對 然後張老師呢 就被迫出來開記者會 OK 好 這個就是 因為這個從頭到尾 就必須要很詳細的紀錄 用什麼材料 用什麼工法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通通都要紀錄好 所以呢 2005年8月整個都都弄好了 然後 10月7號開始 就是清洗完 就變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 2001月3號之前 網工是這樣子 這是驗收當天拍攝的 那事情要做完 開關之前 還是要去拍照 所以呢 1月30日 廟方開始搭架子 他們也去拍照 拍完以後呢 貼第一層金箔 就貼得去工箱箱 比較好 所以呢 那個燈光一照 就這樣子 就亂七八糟 OK 然後呢 然後就開始上第二層 然後就 後來就搞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下子 就真相大白了 對不對 當然 當然文監會的話 是管不動地方的文化局 因為這個東西還是地方文化局去管 文監會其實人數也有限 好 那文監會只好說 就必須要做懲處 就發給廟方一紙公文 就說要懲處他 那懲處怎麼懲處呢 就是說 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好 那這個 你看這是2006年發生的事情 可是2012年 我們 在瓋雞 就是豐原的瓷雞公 還是一樣亂搞 就直接把遊戲上上去 對啊 OK 好來 好 那 當然這個 我們跟張老師的合作是 有一次我們請他到我們系上來演講 我們在物理系 那我們每一年 會請上位 就是非理工科的來演講 所以 那 我們系主人請來演講以後 他就覺得說 反正有些事情我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幫忙做 好 那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這個工作 我不是修這個畫 因為我不會修 好 那第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的話呢 是一幅 這個長 這個這邊是1.2公尺 長度的話 有大概2.8公尺 那這個 這一幅畫呢 是畫在蠶絲上面 也就是圈 那 反正 這幅畫你看一下 這樣看的話 你就知道 這邊有斷了一節一節 總共斷了一百多節 而且呢 這個是細部的地方 我們把這個地方放大來看 那你可以看到這上面的話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上面有被蟲住 住了很多個洞 一個洞 一個洞 而且呢 反正也發霉 然後這個也有泡到水過 那這個 這一幅畫呢 總共修得 當然就非常費工 那 東方書畫的特點就是說 我們畫的那個紙 通常很薄嘛 那蠶絲通常也很薄 那畫完以後呢 你要把它吊起來 你不可能直接那麼薄的紙 那就一定會斷掉 所以後面呢就開始裝表 這個就是上一層被子 然後再覆蓋很多層紙 這個過程就是要裝表 那麼要修的時候呢 必須把後面那被子呢 一層一層把它撕掉 所以要非常小心的把它撕掉 那這個就是撕掉以後 剩下最後兩層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話 是有破很多很多的洞 那接下來的工作呢 就是先上第一層被子 上完被子以後呢 這些破洞的話呢 就要一個洞一個洞把它撕起來 而且用的那個蠶絲的結構的話 必須跟這個原本的這個蠶絲的這個粗細 要很接近 那大小要一樣 所以要一個洞一個洞補上去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工作有多麼的辛苦 那所以呢 修這幅畫的話呢 總共花了大概三十五萬吧 但是這個也非常辛苦 那我們第一個工作就是說 那材料的問題 那這幅畫的話是明草珠 有落款 那上面來看它是明草珠邦的話 那這個蠶絲已經非常脆弱了 那我們補上去的蠶絲的話呢 不可以用新的蠶絲直接補上去 因為新的蠶絲非常的強壯 那我們在裝表過程的話 這個這幅畫是捲軸嘛 所以到最後還是要捲起來 所以呢如果新的蠶絲這樣捲上去的話呢 會跟原本的蠶絲互相擠壓到 那因為新的蠶絲很強壯嘛 就會把原本的蠶絲把它擠壞掉 所以以前的方法呢 就是要去收集那個年代很久遠的蠶絲 就已經很脆弱了 而且它找到一樣的 所以這個材料非常的貴 那後來呢就很想說 要用人工的方法去把它老化 那所以他就問我的問題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那當然我不是第一個被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他一定問過很多人 所以你想說用酸鹼去吃 第一個想要是這個方法 但是酸鹼去吃的話 只是把纖維吃得比較細 那你看起來就跟原本的纖維不一樣 所以這方法不行 那用太陽烤一烤還是微波爐煮一煮 也不行 因為蠶絲的話基本還是蛋白質 所以你用太陽烤一烤或微波爐煮一煮 它就熟了 所以這樣子也不行 那後來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孤六石去找 那當然這是日本的專利 那你要發二線去處理 這成本就非常高 所以大概一張A3大小的 A3大小處理過的產生的話 大概是6000塊台幣 那而且這幅畫你看每個洞都要補 補完以後那個邊邊的話 還要再把它加寬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你要修這個的話 你必須能夠拿到材料 所以非常貴 那後來的話呢 我們想出的另外一種比較可行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我們處理過的這個禪詞 但是我們不會處理這麼小片 那這個有多脆弱 看一下 這個 這沒有啦 你看看 旁邊的腳 看不清楚 好 我們就這樣子 等他抓到你 好 給他一點時間 對對對 你看 這個就是一般的禪詞 那禪詞你大概知道說 他的強度大概有多少 做到嗎 OK 好了嗎 好 好 這樣就斷了 就是要處理到這種程度 才可以 要處理到這種程度 才可以拿來做修復用的材料 OK 對 但是我們現在只能夠做這麼小 所以就不要用那種小小的可以 但基本上他還是需要比較大張 好 那要怎麼做大呢 這個就要 需要錢 最近國家很窮 那個 狗科的計畫 升級很不容易過 所以呢 我們一直還沒有升級到錢 把它弄大一點 OK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修完以後是什麼樣子 好 但 第二件事情是說 欸 這個我們怎麼可以看到這些皺摺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這樣正常的光去拍這個照 好不好 看不到這個皺摺 所以這皺摺怎麼拍出來 好 那這個方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燈光擺在下面 所以它是寫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下方這邊是比較亮的 然後後面是一個黑色的陰影 我就知道這邊是凸出來的 OK 這個地方是亮的 上面是黑的有沒有 我就知道 那但是呢 這個 這樣的拍法就是下面距離燈光比較近 所以下面整個都黑掉 那上面的話 下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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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都黑掉 那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中英大學送 送到台師大去修的 這兩幅畫的話呢 是修之前拍的 那左邊的這一幅的話呢 是就一般的光線這樣拍 那右邊那一幅的話呢 就是光線從下方的地方去打 但是打的話就是我把光面拉得比較遠一點 所以整幅畫你還可以看到它的細部的結構 那這一幅的話呢 是照春祥的叫夕陽無限 它的長度的話呢 大概就是 這個長度是1.2公尺 那 當然這幅畫呢 中英大學保存的 不是保存不好 說到時候就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幅畫的狀況如果是非常好的話 這幅畫呢 在2007年 香港的拍賣會 如果是 就是照春祥這樣子大小的 這個系列 就這個系列 這種尺寸的 那時候2007年 曾經拍賣過一幅 那一幅的話是400萬港幣 所以 所以這幅畫就 突然發現什麼中英大學有這一幅 所以就 那它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它這個呢 這個它是做成 它是做成那個 這不是 書畫我們可以做成卷軸嗎 也可以把它做裝框嗎 所以這是裝框的 那裝框的話呢 這個畫的話 就要貼在一個木板上面 它才會那個 那結果呢 這個 這幅畫雖然很貴 可是當時在裝表的時候 是貼在一般的三甲板上面 那三甲板的問題就是 它們在處理木材的時候 為了要防腐 所以裡面是泡在酸性的液體裡面 那久而久之呢 這個酸性的物質就會是滲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這個地方就很發黃 就是滲上來 那滲上來就會 一直對它的紫質 就開始把它把它破壞 所以變成 這幅畫會被 需要送修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倒不是說因為這個原料 這個有凸起來 原料有脫落 這其實還有發霉 還有重鑄 本來大概都是這種狀況 那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們 它的那個 裝表的材質 會緊急鬆修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拍照拍起來的細節 就是這樣 這是右上角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硬硬的 大概這個畫的狀況是蠻糟糕的 OK 好 那這幅畫的話呢 是 這幅畫的話呢 它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看中間這邊 有一條折痕有沒有 中間這裡有一個折痕 其實就是 這幅畫畫好的時候 當它送給 某一個人的 送給 不知道送給誰 然後呢 這幅畫被對折 被對折的話 你看看這邊不是缺了一塊嗎 因為這邊的顏料都黏到上面去 OK 然後呢 這一塊的話呢 就黏到這裡 就是這個紅色的 這邊不是缺了一塊嗎 是顏料黏到上面去 因為它對折 然後呢 這邊不是 這邊不是這一塊 它就在這裡 然後呢 這一個 這一個顏色本來應該是紅色的 但是它剛好印到這裡 所以呢 這一塊黃色就貼到它上面去了 這邊 這個缺了一塊嗎 就因為對折以後 這個紅色剛好印到這邊 所以這個原本應該是紅色的 但它就是這樣子貼上去 然後呢 這個是 上面這塊也是 這個是 這邊缺了一塊 就是因為對折 剛好貼到這裡 所以這個太陽應該是 紅色的 那邊貼了 但是呢 我們在修的時候呢 目前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把這兩個顏料把它分開 所以就不處理 那修完以後的話呢 是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基本上修的話呢 就是不要跟原來的東西 有太大的差異 那 當然就是這邊有凸起來什麼 全部都探屏 然後上面這個泛黃發霉的部分 然後全部都已經清洗乾淨了 大概就只做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剛才那一幅 這個的話呢 就是已經 已經整個探屏了 剛剛不是凹凸 高凸凸凸嗎 斷了很多錢 已經探屏了 然後而且呢 這上面白白的部分 都已經是新的券 都已經補上去了 那補上去以後的話呢 就開始做全色 那最後削好也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技術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 掛了三十五萬十隻的人 這幅畫呢 本來是要捐給故宮 那故宮覺得這個狀況太差 叫他先拿去修一修 但是修好以後 實在狀況太好 那就捨不得捐了 就留下了 那來看一下呢 這個當然 就是說 文物修復這門工作 之所以變成科學 就是主要就是因為有詳細的記錄 那像我們剛才那個 就是修 我們修的那個 趙春祥的夕陽一線的話 修完就會有一本這樣的修復報告 那這裡面呢 這裡面就會詳細記錄 修之前 它的狀況是什麼 哪些地方屬外 修的過程裡面 它用的是什麼材料 用的是什麼記錄 包含後面樁腳的材料是什麼東西 都 要休息嗎 沒有 OK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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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都必須要 都必須要那個 很詳細的這個記錄 那像那個 媽祖神像那個修復報告有兩百多頁 那當然我們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當然這裡面的話呢 最重要的 所有的記錄裡面最重要當然就是照片 好 所以一定要拍得非常清楚 那麼除了可見光去拍以外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要拍紫外線螢光 OK 那一般來講的話呢 要激發出螢光的話 大部分都是需要用紫外線 紫外線去拍 然後它就會激發出螢光 那大部分的螢光都是藍色的 大部分 那可是實際上螢光有非常多種顏色 比如說 之前生物上 從水母上發現它會有綠螢光 那當然我們看到真的很多瓶這種 五顏六色的就是 我們現在用的那個奈米科技 就是 量子點 所做出來 所以它就 基本上就會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就可以看出來它有螢光 那這個螢光的話 會用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目前所用的部分 下面這個波長比較長 就是紫外線 然後這邊中間是可見光 然後這是紅外線 那麼可見光的範圍的話呢 當然這個是寫的比較仔細一點 可見光的範圍是從390到760 不過呢 你不要記這麼仔細 因為這個整個記憶有限 尤其年紀也越大的話 又近了 所以你只要記400到700就可以了 那400到700的話 剛好是300那樣 那像我們的產色電視的話 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要疊加成彩色 只要三個顏色 就是紅藍綠 對不對 所以600到700就叫紅 那500到600的話就是綠 然後 400到500的話就是藍 所以我們就平常說 講的RGB 像我們現在 這個單量投影機 投出來是彩色對不對 那其實裡面只有三種顏色 就是紅藍綠 剛好 剛好 每一個顏色剛好管一百耐 那這個比這個可見光 在波長要在場的 就是紅外線 那紅外線其實有分三段 有沒有 近紅外線、中紅外線跟遠紅外線 OK 那我們待會會 文物上檢查用的就是用近紅外線 OK 那中紅外線是哪裡呢 我們不是機身或是哪裡 之前SARS的時候 不是用一個攝影機拍 看有沒有發燒 那個就是用Snipe那個部分 我們還在裝紅外線 那遠紅外線幹嘛呢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光源也很少 就是沒有光源 那也很難偵測 OK 所以呢全世界的片子都在那個地方 什麼片子呢 這個賣這個衣服什麼 有遠紅外線的功能 因為 因為 我也檢查不到它到底有沒有 所以他說有 就承認他有 這樣子 那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部分呢 就是紫外線 那紫外線其實有一樣 就是UVA、UVB、UVC這樣子 那我們用的是UVA這一段 那UVA這一段就是300到400這一段 那UVA的話還分前半段跟後半段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去夜店用的東西就是前半段 那個傷害率比較低 後半段傷害率比較強一點 所以我們在檢查說 我們是前半段 OK 那這個東西會用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就是螢光的應用 那麼螢光應用最早的話 就是用在見識科學上面 那做為什麼呢 做為那個 寶石的鑑定 那麼比較有名的就是銀石 這是可見光拍的 上面那張是可見光拍的 下面那張呢 就是紫外線照射之下 它就會發光 這個叫銀石 那基本上呢 也不是只有銀石有 有會發那個銀光 比如像紅寶石、翡翠、鑽石 都可以在紫外線去照射之下 它都會發光 所以你如果是偽照的 照它就不會發光 那當然呢 如果你技術比較好 你稍微懂一點 你要加一點銀光粉 進去就會很像 那當然就是比看誰的技術 比較厲害 好 那 這就是我們的鈔票 那目前全世界的鈔票 所應用的最新的防偽技術 基本上就是用銀光 好 大家都有看過燕草筆吧 我們來看一下燕草筆 會看到什麼事情 OK 這就是燕草筆拍出來的 你會看到旁邊這邊會有這個東西 旁邊會有一個 這個就是螢光的墨水 然後這邊的話 一條一條螢光絲 那這個是各位所 平常會看到這種比較便宜的螢光筆 那這邊有一隻比較大隻的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但是呢 如果說你用波長比較短一點的 用大概360的去照的話 它拍出來是這樣子的 這邊會也是望遠鏡 OK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那背面呢 這是背面 那如果用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些螢光絲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用短波長去拍的話 去一去看的話呢 這邊會有一隻紅色的麒麟 這就是目前 我們所用操料的防偽的技術 基本上就會用這樣子 那我先給各位示範看一下 那當然紫外線對於眼睛 是有一點傷害的 那不過你偶爾看一下 沒關係 那因為我 我要表演很多場 所以我要戴一下 顧目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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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很暗 所以攝影機其實看不到 所以我就示範給大家看 那 沒有沒有 我走路 那個 那個 燈要全部關掉 然後誰有一千塊借一下 等一下要記得跟我要 因為我可以把它放回我的臉袋 好 這個的話呢 有一個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是 你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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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你看 這邊會有一個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些 螢光絲有沒有 這樣 OK 這樣OK吧 好 就這樣 這樣 都有看到嗎 好 你有沒有看到紅色的靈光絲 沒有嗎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一支 光眼鏡 不太清楚 那我們換另外一個 對 因為這個 這是半成品還沒有做好 好 那你看一下呢 這個字就會有 這畫眼鏡就很清楚了 然後 對面有一個旗鼻有沒有 好 你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呢 這個字就會有 這畫眼鏡就很清楚了 對面有一個旗鼻有沒有 這個是 紅色的靈光絲 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一隻 有魚肉 這畫眼鏡 這個是 那邊有一個 那邊有一個 好 這個是 黃色的靈光絲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多畫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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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翻過來,翻過來。 幫我拿過來,給你收了,我收了。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奇妙。 銀光絲有紅色的,然後翻過來。 然後這邊一個外鏡。 OK,好。 這個有外鏡,有沒有? 這個有紅色銀光絲,翻過來。 這邊有一個奇妙的。 好,謝謝。 謝謝。 這1000塊錢。 沒看到。 沒看到。 沒有看到。 謝謝。 謝謝。 好大人 那個 這個LED 這個LED你需要一個200塊的錢 好 好 老公 老公 所以你的追單是真的 OK 好 那我們在文物上面的話呢 基本上也會用這個 那文物上面要看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是看發霉的東西 那發霉的東西的話本身會發銀河 好 那第二個是看紙張的材質 那這個也是中英大學的 那個發霉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黑霉斑 有沒有 那有一些霉斑其實是蠻透明 你也看不清楚 那如果說我們用紫外線去拍的話 就會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下面這個是布的地方 布本身沒有螢光 這布本身沒有螢光 所以你看一點點都是發霉的位置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張畫哪一地方發霉 那上面這個地方這個是紫 那紫本身呢 有很多螢光 所以紫的螢光就非常的亮 比霉斑還要亮 所以這個地方的霉斑看起來就比較暗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整張畫哪個地方發霉 然後有分布的範格多少 那第二個的話是可以用來檢查那個紫質 那麼這個是南唐的那個淮宿和尚所寫的秩序帖 這一幅帖的話 就是全世界公認寫的最漂亮的草書 這就是所謂的狂草 那你看到那個什麼有印在詩巾上面的 就是這一幅帖 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的話 然後呢 你可以看 這個其實呢 它這個是一張一張的 這是第一張紫 那這是第二張紫 所以寫的時候是一張一張寫 然後到最後裝表的時候 就把它整個把它接起來 所以就結成很長的這樣一段 那你看到這上面有很多印章嘛 對不對 你只要看到這個很多印章 你就知道這就是乾隆收藏過的產品 而且呢 它很喜歡收藏這些古董字畫 而且它每次呢 看完一遍以後 它就要說它有看過一遍 所以它就蓋個章 到此一有 所以這一幅畫 這一幅字的話呢 可見它非常的喜歡 所以它看了很多次 所以上面就有很多的章 所以它把它蓋得很滿 所以它把它蓋得很滿 那蓋不夠 我前面再加一節自己寫四個字 OK 然後再蓋個章 我們蓋得一堆這樣子 那這一幅字的話呢 這一幅字其實經過很多人的收藏 那大家看過以後就非常的喜歡 又要提個字 提個字到此以後 所以後面的話呢 這是第一個人 他們知道這個地方嗎 OK 那第一個人就在開始他們提字 我們就開始 這幅字是到這裡而已 這是第一個人提字 提字的人有誰呢 什麼書冊啊 張詢 什麼一大堆名家都有 那結果呢 在2003年的時候呢 這一幅字被鑑定為是複製品 而且複製的年代呢 應該是在明朝之前 所以以前呢 做假畫假字就非常的厲害 但是呢 這幅字雖然是複製品 但是後面這些提字落款 是真品 所以這幅字呢 放了還是無價之寶 頭上這間 但是後面這錢呢 好 那這個 好 那 紫外現在這上面有什麼用呢 這個草本 這就是這上面的第一節 那第一節的話呢 在很早的時候就說 第一節是已經 就是已經壞掉了 好像不知道是在明朝還是 之前就已經說壞掉了 所以第一節的話呢 是從 因為都有一些手草本 或者是一些 有人把它刻在 就是這個 以前的人要練習這個字嘛 就覺得這個字要很 覺得這個字很漂亮 就是要臨摹 所以要有字鐵 那你怎麼做字鐵呢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就是先把它刻在木板上面 找人把它刻在木板上面 然後再拓印 所以從拓印上面知道 原本的字寫人怎麼樣 然後再找一個很厲害的書法家 再重新寫一遍 然後再把它補上去 所以第一章 到這裡 這邊就是幹部章嘛 這就是兩章直接碰的地方 第一章的話 那時候就是 很早之前就已經知道說 這個是 第一章是後來人寫 補上去的 好 那 反正這個是上面 這個 這個我看不太懂 這邊有 中文翻譯 中文翻中文 我字看不懂 對啊 這個就是 環樹合上 這個叫字蓄鐵 就是講說 懷樹家長殺幼兒四 所以他從小的時候整篇就寫這個 那這個 就是這個筆法非常的流暢 雖然我看不懂這些字 但是我還是覺得他寫得很漂亮 好 那 來 左邊這一章的話 就是可金光拍的 OK 那右邊這一章的話 就是紫外線拍的 那有什麼差別 左邊這個地方 這個拍的是同樣的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可金光這一章 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個其實 有些地方紙是破掉的 後來加了一些紙把補上去了 然後呢 就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好 哪個地方是補上去的呢 這裡 這邊補了一塊 這裡再補了一小塊 這裡又補了一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一塊是補上去的 這個也是補上去 這個也是補上去 這個也是補上去的 所以你看這個 印章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就缺了 但是你完全看不出他的 哪裡是補上去的 所以他們補其實可以補到完全一模一樣 我現在不會這樣做 現在會補得有一點點差異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避免 我現在是要在修的時候 我不曉得哪裡是好的 哪裡是壞的 我把哪裡是我補後來的人工 在修補的加上去的 怕造成誤會 但是 當然啊 如果要送拍賣會的 如果要送拍賣會的 一定會補得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呢 你們如果是拍賣會要去買東西的話 一定要看拍賣會的 所有拍賣的東西 一定會有一本詳細的檢查報告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他們的做法呢 基本上就是可見光 紅外線紫外線都一樣 那紫外線的話 你拍一拍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哪個地方是修不過的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我們的紙張的話 的原料是紙漿對不對 是木頭 對不對 那木頭原本的顏色是什麼 是黃色的 對不對 那你即使經過漂白的話 也不肯完全漂白 可是我們現在用的紙張是非常的白 所以呢 它漂白完以後 還是沒有辦法上去白 所以它就加了叫做 螢光蒸白劑 所以加上去之後 紙張就完全變白了 但是這個東西就會有螢光的成分 所以紙張基本上都會有螢光的成分 那你隨著年代的話 這個螢光的成分 螢光蒸白劑會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雅化消失 所以紙張就慢慢變化 這是天然的變化 那當然你受到酸性的 其實它會變化 那當然要無目修符用的紙張 絕對不可以添加上面微微 所以絕對不加螢光蒸白劑 所以這個就是後來補上去的 你看它就比較沒有螢光 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當然呢 這個其實非常難偽造 就是說 你因為完全沒有辦法知道說 你要修過的這個東西 它裡面的螢光蒸白劑的量 已經減到多少 所以很難完全做到一模一樣 所以這種紙張的話 你只要用紙外去一排 你就可以分辨出哪個是新的紙 哪個是舊的紙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判斷說 這幅畫到底哪些是修過的 或者是因為畫弄那麼久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很容易受到灰塞 所以你看一看這個畫 不要說你要去買一幅畫 不要說上面之後已經壞掉 只有上面是原作 那當然這就沒有什麼價值 那當然拍片會上面的畫 都會修得非常漂亮 所謂漂亮是兼具質感 不是像前面那個什麼 楓圓的那個 尤其直接塗上去 那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瓷器 瓷器的話 其實它如果是摔碎了 再把它 再把它 再把它黏合起來 你用作為你看 是完全看不出來 但是那個黏著劑的話 都是高分子 一定有螢光 那瓷器本身沒有螢光 所以呢 你用紫外線一排的話 然後那個哪裡斷哪裡別 都會結合出 不過當然這邊 這個 因為有攝影的關係 對啊 所以沒有辦法 把那些紀錄給各位看 好 好 這什麼不動 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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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一下那個 紅外線攝影 那紅外線攝影的話呢 當時發展出來的最有名就是這個 但是呢 這一張是偽照 為什麼是偽照呢 因為我們室內的 我們的相機雖然有紅外線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改裝 像這一台就是改裝過的 它就會有紅外線的功能 但是呢 我們室內的光源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紅外線 所以呢 不可能拍出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張其實是 這個部分是用Photoshop畫上去的 OK 所以 後來大家就發現 這個沒有用了 就沒有 沒有在改這種相機了 OK 好 好 那我們第二個工作是這個樣子 那 這一個呢 這一台呢 就是紅外線相機 這個十年前的話呢 引進台灣 那個時候呢 那旁邊這個就是紅外線燈 這樣一套呢 100萬台幣 然後呢 那個 畫數只有35萬 那當然以今天的標準來講 這個35萬是遠遠不足 可是十年前的話呢 35萬 好勉強 那當然 所以現在就要整個 整個設備就要 畫數就要提高 那又要再畫100萬 那我們就做這樣 我們就想說可以不要那麼貴 好 那我去查了這個的型號 那我發現它有裡面用的那個 就是裡面的感光板 用的是 用的是細 那既然用的是細的話呢 它就是可以 那也就是說它可以拍攝範圍 可見光是400到700 那我們這個 數位相機裡面的感光板 其實它可以一直感光到1000 所以它主要紅外線拍的那段 是700到1000那一段 那我們就用 紅外線 我們就用相機來改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們的相機為什麼 沒有辦法拍 一般我們的相機為什麼沒有辦法拍 紅外線 因為我們的相機 現在相機都是彩色相機 那所以它的就是要拍的感光範圍 就必須要跟眼睛一樣 所以呢 它就會把多出來的700到1000那一段 用濾光片把它擋掉 所以就變成 要不然那一部分多出來 就跟眼睛不一樣 所以拍出來色彩就會不一樣 那要做這個工作的話 就是要把 這裡面會有一片叫做低通濾鏡 這個叫做IR Comfied 那就把那一片把它拿掉 拿掉以後呢 再補一片空白的進去 因為拿掉以後那個景深會變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工作的話 其實是在2007年才開始做 因為2007年以後呢 單眼相機才會有一個功能 叫做Live View 那這個是什麼功能呢 單眼相機在2007年以前 它的對焦方式的話呢 是用 這邊不是有一個觀景窗嗎 一定要從這邊看 這邊是不會有畫面 拍完了以後這邊才會有畫面 那為什麼要 那2007年呢 它才有這個功能叫Live View 就是說我可以不用這邊拍 看 我直接從這邊可以看 那這樣就變跟一般的傻瓜相機一樣 那這個功能叫Live View 那這個功能的話呢 在2007年之前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那個功能呢 這個就是紅外線濾鏡 OK 那它主要就是要把可見光濾掉 只讓紅外線過去嘛 那可能在紅外線那一段是 你的眼睛是沒有感光能力的 所以呢 這個是紅外線可以透過去 但是那個功能的眼睛是看不見的 所以呢它是黑色的 所以呢 你如果看到有它的單眼相機對著你 然後它的濾光片很奇怪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就是意圖不軌 不過在室內呢 你不用擔心 反正它雖然可以接受紅外線 但是 那個 這個這種光線 它紅外線的部分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什麼也都看不到 那這個有什麼用 OK 那 好 那 那有了這個Live View 所以我們在拍這個時候 如果以前用單眼相機 我把這個擋在鏡頭前面 過去看 就不起碼還影片 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麼 所以我就不去透過這個螢幕上面來看 那所以有了這個Live View的功能以後 我們才可以去做這個改裝的這個工作 那這樣子改一改的話呢 一台相機 其實也不用 改裝費用大概一萬塊 很多照相館都可以送去幫人家改 那通常 你不會買一台新的相機去改 那我們當然是工作需要 所以當時這台新的就拿去改 通常都是單眼相機顯得太重 不想用了 然後再拿去改 然後呢 現在有了相機對不對 那我需要光源 那光源是什麼呢 光源就是已經快要被淘汰的魯素燈 我忘了那個魯素燈是500W 所以500W 那 那 哈媽媽組的那個原本那個系統裡面 它做的比較仔細一點 它那個燈源 因為它只要紅外線部分 所以它前面有擋了一塊這個很大片的綠光鏡 把可見光給擋住 那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的相機前面就已經擋住了 所以整個光打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樣子的做完以後呢 就是我們的解析度就是很輕易就可以達到一千萬畫素 那因為我們的燈用一般的攝影的魯素燈 所以我們的燈有的面積可以展開到很大 那麼以前的系統的話 只能拍很小的一塊 那這樣整套改下來的話呢 加燈的話就不用到十萬塊 這樣子 那它的功能的話就是 這個 本來要示範給你們看 那些東西還沒有準備好 這個的話呢就是 上面有寫一些字 然後呢被墨水給污染 那這張是紅外線拍的 就可以直接透過去 那另外的話就是 這個是台南大天后宮的壁畫 那就可以煙燻黑了 那這個如果是還燻成吃咖啡 很容易可以透過去 那如果是已經黑掉了 那就不見了 OK 那我們就裝好了 我們就去測試 那 好 這就是 那就完全可以透過去 那看到裡面以後就發現 欸 這個壁畫怎麼畫得很新啊 那個筆法很新啊 那個筆法很新啊 而且呢 畫的筆法其實有點 粗糙 其實畫得有點難看 對啊 就想說為什麼這麼新 然後就問妙方說 欸 喔 妙方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上次的話呢 就是一樣也熏黑了 所以他們就把它洗一洗 那不小心呢 不是不小心啊 我看根本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連 然後就洗了 連後面的壁畫都給他洗掉 那洗掉了以後呢 他就講說 好 那就找 原本這個畫家的兒子 再來畫一幅 那還是新的啊 那有什麼差別 然後要畫也不會找一個厲害一點的來畫 這個畫的其實實在是有點 好 所以這個 基本上這個就會有 紅外線就會有透視的功能 好 好 那紅外線為什麼會有透視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 如果 按照很多的坡場 去把整個手臂拍一拍 好 這個就是可見光的 看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右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欸 這個 坡場比較短的 其實穿透力比較低啦 所以你可以看不到血管 那你大概到 欸 650 坡場比較長 650的時候 血管篩位就可以看得到了 然後呢 那到 這個 800多的時候呢 血管就會非常清楚 900多就更清楚 那這個呢 其實醫院也有在用 就是說 我們要 有的 比如說去注射 要打血管 找不到你的血管在哪裡 就 拿去做紅外線攝影 拍一拍就知道 你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個 目前我們在醫院裡面的話呢 也有利用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裝置 那當然我們做這個東西 其實是 有另外一個用途 那個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用途 好 左邊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分得出來 這個紅色當然 紅色的 紅色跟那個 跟那個 藍色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不是 這個顏色 那 在最近的話呢 其實這個東西是 最近的應用 就是 這個東西呢 叫做 血氧濃度劑 那麼這個東西的發明的話呢 在 急診室裡面 變成它的存活率 會提高非常多 就是說 一進來 病院進來先用血氧濃度劑量一下 然後看看你的血氧濃度 如果不夠 就 直接把氧氣照照進去 光這個動作 就救了很多的人 那以前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進來看你好像快掛了 那有可能 你血氧濃度不夠 也不知道到底夠不夠 就先抽血 抽血 然後送到化驗室回來以後 發現你血氧濃度不夠 然後呢 就掛了 所以以前的方法是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是 這個是整個身體上面 手背上面的分布 它的做法就是 大概是用六百六那個波長 六百六那個波長呢 它把它定義為紅色 那九百四那個波長呢 把它定義為藍色 那如果血氧濃度比較高的時候呢 那個 紅色的反射率就比較高 然後九百四那個反射率就比較低 那如果是血氧濃度降低的時候 它剛好倒過了 所以呢 你把這個東西 一個定義為紅色 一個定義為藍色之後 就櫃化成這樣的圖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紅色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洞滿 因為它的血氧濃度比較高 藍色部分是近滿 血氧濃度比較低 所以基本上就是利用這種方法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個的話就是 這是一個人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有 有一堆血管 長在這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的話就是皮膚癌的位置 那當然你不要想說 我們平常講說 那個癌症就是腫瘤嘛 腫瘤你覺得那好像是一顆的對不對 不是喔 腫瘤不是一顆的 那基本上還是細胞 所以你直接去看了說 這個是正常細胞還是腫瘤細胞 其實你用肉眼去看 看起來都是肉 所以基本上是分辨不出來 那這一個東西是做什麼呢 因為癌細胞就是它要長的 它需要長得很快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養分 所以它怎麼獲得很多的養分呢 它就自己長一些血管 長很多的血管到那個地方 這個叫血管真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長了很多 多出來的血管 這樣就可以大量的公益 養分給這些癌細胞 讓它去長大 那所以呢 我們用這種方法 我們就可以拍出來 大概哪些區域是血管真正的區域 那我們就知道 你的皮膚癌的分佈的範圍 跟所在的區域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應用 那當然我們做這個東西 主要的用途是做那個 煮房攝影 因為現在的煮房攝影 會是S光 那S光的話呢 就是其實平常不要多照 沒事會照到有事 那一般的健康檢查 除非說你真的懷疑是有問題 才會去做煮房 才會去做煮房 才會做煮房的S光攝影 OK 那它所以它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常規的健康檢查的一個項目 因為沒事不要亂照 那因此呢 就其實就有人想要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紅外線的方式 因為穿透比較高嗎 可不可以用這個東西 來做煮房的攝影 OK 那 我們實驗室就是有廠商 那個支持我們 準備做這個計畫 那當然就是問題是 要找誰的煮房 來好拍一下 OK 那 我以前所有研究生都是 收到我們戲最後一個 那今年比較奇怪 不曉得是不是風聲傳出去了 六月份就收滿了 而且來的全部都是男生 那其實呢 這個也有很多的用途 那這是我目前也在做的 這個呢 波長呢 要再更長一點 所以穿透力就更好 左邊的這張照片呢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手機的晶片 那這個視野大概是3mm 所以小小一片 那我們手機的晶片 基本上是細做的 所以它是銀白色的 應該看不進去吧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波長在1200以下 1200以下 1200以下 然後呢 我們就一樣打乳酥燈 乳酥燈放圓長 就可以 這是銅片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線路 那這個要做什麼用呢 你看看 這一片是不是正常 所以呢 這個晶片其實是會被 就在平管的時候 這個是OK的 那切的時候 有些切塊會崩掉 那這一片的話 外觀都是正常的 正反面都正常 可是呢 你發現呢 這個量是不是缺了一角 這個地方是缺了一角 就是它中間的那個電路層 我在斜的時候 那一角被拉掉 所以呢 這個晶片的話 其實是壞掉 那這種晶片的話呢 目前手機用的 的晶片 它的封裝方式的話 它不是要接線嗎 所以以前的話 就是做接角嘛 用叉的 可是這樣太厚啊 手機不能做這樣 所以它後面呢 就是直接用那個 焊錫球一顆一顆的 所以放到那個電路板上 一加了 然後一一壓下去 那就直接電路就焊上去 這樣厚度就會很過 那問題是 這樣子的晶片呢 因為它切碗就很小顆嘛 上面那個 那個焊錫球又 又非常消電 所以 切碗以後的話呢 沒有辦法檢查 所以如果像這種情形 切壞掉 我根本不知道這顆壞掉 所以呢 就焊上電路板以後 整個電路板一側 才會知道 這個晶片是不是壞掉 但這個時候呢 連電路板 還有散熱所有零件 全部都要爆飛 雖然這個發生的機率不高 但是 它就會發生這種問題 所以現在的手機這個是非常妥痛的 但是呢 這樣的影像品質的話呢 就非常的模糊 所以用人工 所以沒有辦法用自動判讀 只能用人工檢測 所以就要操作 那個作業就要坐在這個 顯微鏡前面 然後一顆一顆這樣檢查 那每一天的話呢 輪三班 就20小時輪三班去看的話呢 每一天只能夠檢查8000顆 每一台機器 所以呢 效率非常的低 所以基本上大概都不減 那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 這就是 目前現在的這個技術 拍出來是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實驗室的技術可以拍成這樣子 是同一片 那這個就是崩的地方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機場我們大概要做成功 那另外呢 這個相機的話其實 這個紅外線相機 以前沒有人在改 最近又有人在改 那改的目的呢 不是要去 不是要透視衣服 因為改的話呢 是可以拍出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是剛才在外面拍的 就是你那個 外面那個 看起來是像下雪一樣 那整個都是白白的 樹木是白的 那樹木的話 我們在可見 就在可見光看 它看起來是 是綠色的 深綠色對不對 可是在紅外線之下呢 它的反射率是很高的 所以拍起來是白色的 但是樹木也有分啊 樹木還是有分 這些樹木看起來是白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南洋山 南洋山的樹葉的話 看起來是黑的 所以同樣都是綠色 有些綠色的話 在紅外線是 反射率很高的 可是有些綠色呢 在紅外線之下 它是黑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可以用 利用這種方式 來做簡單的原料的辨識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還有在拍這個的 這個眼鏡 就可以看到像這樣的圖片 上面這個東西 這不是下雪 這是夏天拍的 然後下面這個部分 它是兩張接線 下面這個部分的話 是可見光拍的 兩張把它接線 那這個地方是紅外線拍的 所以就可以拍出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個就會有人 有人在改這種相機 所以就變成兩用 可以用來偷拍 也可以用來拍這個 那我們在文物上面修復 上面有什麼作用呢 這個的話也是這個 媽祖的那個修復的神像 這是手指的部分 所以你從可見光去看的話呢 看不出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對不對 那這個是紅外線去拍的 你發現這個有兩種原料 對不對 一種在紅外線之下 它是黑的 一種在紅外線之下 它是白的 那 目前 目前工業 我們目前所用的原料 只要是 你跟 不知道是哪一家買的 我買的 目前所有的原料 在紅外線之下 彩色的 我想說彩色的 紅藍綠什麼 在紅外線之下 全部都是白的 那 只有古老以前用的一些原料 工業生產之前所用的一些原料 不管是植物或礦物 他們這些也彩色的原料 有一些 不是全部喔 有一些 它在紅外線之下 它是黑色的 所以如果說這幅畫是彩色的 你用紅外線照片去拍 發現整個都是白色的 那這個就是現在做的 那如果是工業生產 就是工業原料之前的畫作 彩色的 你用紅外線去拍 一定有一些部分是黑色的 有一些部分是白色的 OK 這樣了解吧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黑的 比如說珠砂 它在紅外線之下也是白的 但是珠砂如果變質以後 變成黑珠砂的話 那它紅外線不是黑的 OK 攝影機先不要拍 對 現在非常有錢的企業 送修了一幅畫 這就是他們阿嬤的畫像 那所以當然以前是有錢人 所以你看阿嬤還穿官服 這應該有被封 封為官 那這幅畫當然狀況非常的糟糕 就是反正都是這樣子 有泡到水 然後就被蟲住 然後就發霉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就是斷裂的地方 斷裂的地方 斷裂的地方嚴重 那右邊的話 是已經修好了 所以你看到 我們目前修的方式 這個地方就是補的地方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它的痕跡 但是整幅畫 你遠遠看的話 你可以看說整幅畫像 其實它的神韻是看得清楚的 但是你近看的話 你可以分辨出來 哪裡是補上去的 所以現在會做稍微一點點差異 不會做得完全一樣 那如果我們用紅外線拍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哪裡修補就非常清楚 胸補的範圍是怎樣 所以你白色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後加上去的顏料 因為我目前所用工業上 生產的顏料 全部都是白的 但是呢 所以你看這個 原本的藍色的地方 原本的天然顏料 但是紅外線的部分 它是黑的 可見光的部分的話 可見光是長得很接近 但是紅外線一個是黑的 一個是白的 我們這樣就可以分辨出來 它所哪一些區域 有修復過的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方式 那這是整幅畫修好以後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呢 這是阿嬤的畫像對不對 修了張老師就想說 阿嬤的一定會有阿公的對不對 他想說阿公的畫像去哪裡 他說阿公的畫像呢 因為就是破的太嚴重了 所以後來就請 請人家再重新畫一幅 拿換一幅就給我了 才是 那這就是整幅紅外線弄 弄了以後 可以看出它那邊的方式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上一下簡單的畫學 不過因為這個配方還沒寫 這個的話呢 是木棉花 這是蘇老師的這個畫作 那木棉花的話呢 那就是 好像是四五月份開的吧 那中大應該也有木棉花 中大木棉花 所以木棉花什麼顏色 橘紅色對不對 非常漂亮很亮的顏色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木棉花 會黑掉對不對 那它原本畫好的時候 也是珠紅色 也是珠紅色 非常非常的鮮豔 那結果呢 這個 這個畫家的話呢 他住在陽明山 而且他的畫呢 他畫就會變黑 變黑不是慢慢變黑喔 是前一天晚上去看的時候 誒 這個畫都還好 該紅的紅該怎麼樣子 那隔天一早醒來的時候 怎麼畫變黑了 所以是突然一夜之間變黑喔 但因為他住在陽明山 對不對 所以想他跟什麼關係 跟是硫磺對不對 那當然 我接到這個問題 我不是第一個去問的 反正他一定問過很多人 都先死我 所以就用硫磺去尋一尋 然後我想說 硫磺其實是沒有活性的 我們去洗溫泉的話呢 結果那個銀戒子變黑對不對 我們都說是硫磺 其實不是 是硫化氫 硫化氫才有活性 那如果是硫是沒有活性的 所以就用硫化氫 所以他們就用硫化氫 然後這個畫家也很有實驗精神 他就把朱砂塗一塗 然後跑到那個溫泉 他住陽明山嘛 就跑到小路 趕快噴氣孔 然後朱砂去先兩噴一噴 結果不會變黑 為什麼不會變黑呢 反正這個現在網路上查得很容易 朱砂呢 基本上的化學師就是硫化孔 那本身就是硫化孔 你跟硫化氫作用 硫化還是硫化孔 所以不會有作用 但是呢 硫化孔有兩種 叫做銅分異構物 我們以前有學過那個 國中學會叫銅素異形體對不對 像硫的話那不是有什麼 彈性硫 斜方硫 還有單斜硫對不對 那這個跟那個也是類似 什麼叫銅分異構物 就是它的分子是一樣 都是硫化孔 但它的結構長不一樣 那它的性質顏色就不一樣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的紅色的朱砂呢 就叫做alphatine 它是紅色的 那它長成另外一個結構以後 它就變黑了 它就變成是黑色的朱砂 就要硫化孔 OK 好 那什麼叫做銅分異構物呢 就是這兩種結構它都是穩定的 你在自然界你都可以看到它存在 它也不太會變成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它是穩定的 那意思就是說 紅色的朱砂 沒事不會變黑色的朱砂 那你結構它改變 只能怎麼做 就是重新它再結晶 那重新它結晶的話 基本上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把它轉掉 然後再讓它結晶 只是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可能的方法就是 它跟別的東西 去產生另外一種化合物 然後再碰到硫化氫 再回來 那當然這個保存在室溫之下 你不太... 其實它也沒有看到它融化 所以應該是另外一種途徑 我們就去查一下 它應該是哪一種途徑 然後我們也去做了實驗 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那個時間很漫長 可是後來呢 它跟硫化氫一作用的話 大概這幾分鐘 它反應就變成沒有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做的工作 不過這個也蠻簡單的 其實也不難 只是說我們還在... Peper還在寫 那當然我們知道 它整個反應的過程 我們也找到了 它怎麼把它... 怎麼修的方式 怎麼修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修之前的 這個畫的是木棉花 所以你看它這個花整個都變黑了 對不對 我們找到一個方法 把它... 基本上就是用霜水 沾上去以後呢 其實我們是把它變成氧化孔 氧化孔的顏色也是紅色的 所以這個氧化孔叫三仙丹 它是有毒性的 就是吃了會成仙 所以叫三仙丹 但是它顏色的話 就跟朱砂顏色一模一樣 非常的接近 所以修好以後變成... 哇... 這就原本... 幾乎原本的樣子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最近的工作 好...來... 那最後呢... 這不是我的工作 介紹一下 當然我們古墓修復這些東西 都不是什麼新科技 高難度的東西 都是... 都是以致的技術跟技巧 但是呢... 細法整整會變 巧妙各有不同 那這個的話就是在2008年 我們那個... 所... 化學的... 一群化學家所做的... 可能不是化學家 他們所做的一個工作 這個是... 泛骨的... 然後泛骨的話都很有名 都很貴 這就是GRACE 草地 那麼這幅畫的話呢... 被懷疑... 其實被懷疑... 沒見... 被證實 它其實之前的話呢... 它在上面先畫了一幅 先畫一幅畫 畫一個人像 那後來這個人像的話 類似的樣子出現在他另外一幅 泛骨的畫作上面 叫做農夫 所以跟那個畫的方式 非常的... 非常接近 那... 所以泛骨第一次在畫那一個農夫的時候 其實是在這一張上面畫 那應該是畫一畫覺得畫得不好看 所以就... 就先丟在一邊 然後呢... 因為油畫本身是不透明的 所以他就直接上面就... 就直接做了這一幅畫 就直接做了這一幅畫 OK 那這個就是巴格爾在... 2008年的 Analical Chemistry上面的這個期刊 這個是化學很重要的期刊 應該可以留待五點多 所以他就發現了 下面曾經畫了這一幅農夫的畫 OK 好 那... 怎麼知道後面長這個樣子 而且... 而且這個是彩色的喔 怎麼知道... 而且... 而且還知道它顏色長什麼樣子喔 這個東西呢... 用的是X-ray 對不對 那你要注意... 不是只有看X-ray X-ray for essence 這叫X-ray螢光 X-ray for essence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機器是長這個樣子的 這個是手持式的 這個是落地式的 這個... 你看一個工程師呢... 拿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用來幹嘛呢... 檢查這裡面是哪一種鋼 鋼就是鐵的合金嘛 然後它裡面看是什麼... 摻污啊... 還是摻碳啊... 摻什麼東西... 那摻的比例是多少 就可以這個 那這個東西的話... 銀柳也有... 檔柱也有... 你拿去說這個是純金... 還是18K金... 不過18K金跟純金看起來分得出來... 那如果是什麼... 22K的跟24K的就分不太出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拿這個東西照... 就知道金的比例跟裡面我參同的比例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X-ray螢光 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螢光的話就是用高能量的光去照射它... 然後它就會發出能量比較低的光...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這個東西它用的能量的話很高... 高到什麼程度呢... 高到可以把這個... 這個是一個原子的模型... 那中間的話是原子核... 那第一層的話呢... 有幾個電子... 第一層會有兩個電子... 那第二層的話呢... 通常會有八個... 這樣上去... 那因為它用的這個能量很高... 通常是用高速的電子... 非常能量很大的電子打進去... 那它因為能量很大... 它就會把這個內層的這個電子... 就這兩個把它打掉... 或者是用 gamma ray... 去把它打出來... 那打出來以後... 這邊就留下一個空缺... 留下一個空缺的話... 上面這個電子就會跳下來... 那因為外層的這個能量比較高... 跳到這一層以後... 能量就比較低... 所以這個損失的能量的話... 它就... 以光的形式放出來... 那因為這個能量很大... 就是內層的... 從第二層跳下來... 到第一層... 這能量很大... 它發出這個波段的在X光... 所以它會發出X光... 那當然我也可以... 我也會從第三層掉下來... 那第三層跳下來的時候呢... 能量就更大... 但是機率就比較低一點... 那當然第四層也有... 第四層機率就更低了... 所以我們通常可以看得到... 就是... 第二層掉下來跟第三層掉下來... 那第三層掉下來的能量比較大... 所以波長會比較長一點... 那能量比較低的這個波長... 就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呢... 會有兩根Pick... 會有兩個波長... 跑出來就會有兩根... 那這個的話呢... 波長比較長... 能量比較低... 機率比較大... 是從第二層跳下來... 還是從第三層跳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叫X位螢光... 那這個東西怎麼用來... 鑒別是什麼金屬元素呢... 因為這個波長這個位置... 不同的金屬... 它波長的位置不一樣... 通常呢... 就是原子區比較大的原子的話呢... 它的... 波長就會更... 更短一點... 就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同的金屬元素的話... 都不一樣... 所以呢... 我有... 我有這個Pick的位置... 我就可以知道... 它是哪一種金屬... 然後有Pick的強度... 我就知道它的比例... 所以這個就是用來檢查... 這是哪一種礦物... 哪一種合金... 好... 所以它就用的是這種機器... 吸盤器... 用的是這種方法... 波碳用的機器比較高級一點... 把它打出來的... 這個... 這個... 要把它打出來... 我們一般都是用電子樹... 它用的是那個... 同步輻射的光源... 這個光源就從這邊打進來... 那這個的話... 就是比較精密的... X光的分光光度計... 就可以知道... 出來的X光的強度... 跟波長是多少...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 一個點一個點去掃... 好... 那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去掃的話... 就會掃到... 因為油化的話... 它... 油化一般的燃料... 都用的都是礦物燃料... 好... 比如說... 如果是紅色的... 然後... 紅色碳通常就是朱砂... 那裡面就含有孔... 所以你偵測到孔的話... 你就可以判斷它應該是紅色... 那如果偵測到新... 它應該就是新白... 所以它就會是白色... 那如果說... 你偵測到銅... 它有可能就會是綠色... 硫酸銅... 所以... 由這個... 所以呢... 這一個方法就是... 偵測... 我這個點這裡面... 有哪幾種金屬元素... 然後呢... 我再去猜... 它應該是哪一種燃料... 然後呢... 再去看它是什麼顏色... OK... 那然後呢... 就一點一點這樣子... 一點一點這樣子少... 然後呢... 把... 那因為表面的這個... 綠色的這個... 表面這個綠色的這個... 這個顏料... 跟藍色的顏料... 把它扣掉...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地方有綠色跟藍色... 那我把它扣掉以後... 剩下是不是就是底層了... 那麼... 我有底層了這個東西的這個顏料... 我們再去把它... 再把它... 還原... 就是再去把它還原回來... 它應該是什麼顏色... 然後它跟哪一種顏色... 混在一起... 比例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顏色... 所以這樣一點一點的話... 就可以重建下面那一層是什麼... OK... 好... 那你一定很奇怪... 這個方法不會把所有化都拿去掃... 因為這個... 滿花錢的... OK... 好... 那其實... 我們做這些事情... 不是... 這不是我做的... 不是說... 我們就... 全部都這樣子... 整個亂七八糟就去掃... 不是... 因為油化的話... 它本身... 油化的顏料塊都很厚... 那乾掉以後... 就有裂了... 就跟那個農田歸葉一樣... 所以你到那個... 你到... 你去... 看那個... 就是... 很有年代的油化的時候... 你發現它全部都裂成一塊塊... 那裂成一塊塊... 有時候其實它會掉下來... 所以你就以前... 就發現這幅畫就是... 它色塊掉下來的時候... 那當然就... 還要把它貼回去... 掉下來後面的顏色... 跟前面的顏色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懷疑... 下面... 就是有衣服... 就是... 曾經... 我曾經有畫過... 畫過衣服... 所以才會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不是沒事... 拿來弄... 我當然就是說... 現在所有的文物... 沒事的話... 沒事的話... 沒事不可以隨便過X光... 那... 因為... 你只要過X光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拿去做... 熱螢光定... OK... 所以這個東西是... 不會隨便去做X光的... 那... 熱螢光定年的話呢... 通常是... 那個... 瓷器... 瓷器的話呢... 基本上會用這種畫... 去做這個螢光定年... 那... 怎麼做呢... 因為這個瓷器... 你一燒好以後... 你燒到高溫... 通常大概是400度以上... 它就會還原到... 到... 到... 那麼... 這個東西呢... 放在... 我們環境中的話... 因為... 我們環境中有一些宇宙色線... 那... 去照射它以後... 所以它... 接受到的宇宙色線... 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 歷史越久的話呢... 它照射到的... 宇宙色線的劑量就越多... 那這個時候... 我怎麼知道它是幾年呢... 就是把它... 通常就是從... 瓷器的底部... 會挖一小塊... 挖一小塊... 然後就放到... 這個螢光定... 就把它加熱... 就會放出螢光... 那麼... 有螢光的亮度的話... 就可以判斷... 如果... 這個年代越久的話... 螢光就會越亮... 而且... 分布的光譜... 特性是怎麼樣子... 也會不一樣... 這種就叫這個螢光定理... OK... 那基本上... 這個... 最有名的就是... 香港有一位... 有一位... 在做這個... 那我們的故宮的話... 也請他來... 也請他來說... 要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就是... 年代是哪一個... 結果... 我們的故宮還蠻天才的... 他所有瓷器... 全部過X光... 檢查過... 那就是... 所以那個... 熱螢光定理... 就通通不足... 反正... 反正... 這個... 這個就是... 慢慢的... 慢慢的研究跟發現... 就會知道說... 我們這些事情... 該怎麼做... 好... 最後就是... 所以就是... 基本上這個工作就是... 利用這種方式的話呢... 所... 所... 弄出來的... 一個方式... 可以看到這上面... 非常... 這個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是白色... 這是紅色... 這種方式... 好... 那... 最後的話就是... 這個... 戲把等等會變... 巧妙各有不同... 那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 都不是什麼很新的科技... 那... 只是... 運用一些巧思... 你們就可以... 你們就可以... 得到... 仔細的去觀察... 就可以知道... 有很多... 很多... 你想要... 你所... 沒有辦法... 你所想要知道的事情... 好... 好... 那...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個... 我們現在進行那個Q&A時間... 但是... 麻煩各位朋友... 你們要提問的時候... 先稍微等一下... 我們的工作人員... 遞麥克風... 這樣子... 所有人... 就比較可以... 清楚的聽到你的提問... 然後跟大家分享... 可以嗎... 好... 剛剛這邊... 有另外一些... 謝謝你們... 鄭教授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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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就是專門介紹... 這個... 融幕修復方面的... 一些技術... 對... 那有沒有... 因為現在... 像居家... 或者是... 一些... 國館... 學校... 也有很多融幕保存... 或者是... 像... 重要的... 生活照片... 油畫... 很多家裡... 現在其實都有... 對... 那... 如何... 就是... 呃... 第一個就是... 不要乾燥... 就是... 不要濕氣啦... 因為其實...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最大的問題都是因為... 呃... 比如說這個... 像那個... 呃... 剛剛的那個... 那個... 阿嬤的畫像... 就是在他們的周族... 然後就是... 應該就是... 有肉... 就是... 可能沒有人在住... 然後就是... 有肉... 肉... 通常都是水... 就是... 碰到水... 然後就是... 然後碰到水的話... 就發眉... 就可以重鑄... 大概都是這個問題... 所以... 家裡面的那個畫... 大概就是... 就是... 盡量... 不要... 不是... 盡量不要... 就是... 你要收的話... 就是要... 通常都是... 廚師機要開著... 那當然... 這... 最主要的就是... 大概... 你只要... 不要碰到水... 不要太潮濕... 大概都不會有... 太大的問題... 那... 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些... 這些畫... 或是... 照片... 或是什麼的話呢... 不要放在... 窗邊... 窗邊會有紫外線... 那紫外線的話... 你的顏料久了... 就會退色... 而且這個... 還滿嚴重的... 那像張老師他們的工作室的話... 他們其實... 他們的玻璃... 都有貼那個... 抗UV的那個... 的那個... 的玻璃... 玻璃子... 所以... 就會... 當然... 這個是... 修復室必須要的這個條件... 那... 那... 大概就是... 基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避免去... 陽光或紫外線的照射... 那... 第二個就是... 記得... 要... 要... 要不然的話呢... 因為他們修復的工作... 其實... 是滿辛苦的... 不是說... 這個修復... 每次進... 那個修復室... 大概... 進去的話... 大概就都要... 二三十萬跑掉了... 當然... 你不要...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東西很多... 像我們中醫大學... 這一幅畫就是... 因為我們是... 我們... 因為我的助理是... 張老師的學生... 所以是我們的助理去那邊做... 所以... 我們是... 就是人力是我們自己出... 那其實... 他只有收材料費而已... 那... 光材料費就花了七萬塊... 光材料費喔... 那當然他的裝框... 他用裝框的方式也比較... 就是修好... 他連框都裝好了... 然後還有一本修復報告... 那個框就一萬二... 所以整個材料... 修下來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說... 你裝表的時候呢... 要... 要特別注意... 這個... 我也不知道... 然後你就拿去一個裝表... 他就這樣給你裝表... 就給你貼在那個... 三加板上面... 所以你也... 嗯... 當然... 因為我們在台中... 其實張老師其實... 裝表的... 都是從台中請上去的... 那... 那一位就是... 張老師剛剛講說... 你要怎麼做... 怎麼做... 所以基本上... 就是按照這種方法去... 好... 大概... 大概就是... 材質上面... 要注意的... 請問還有... 那一位... 好的... 喂... 曾家肉你好... 就剛剛有談到說... 就是工業革命... 以前用的那個... 顏料的話... 在紫外線... 在紅外線底下... 會變得白色... 那如果我們... 現在是仿照... 都古代的做... 製造原料的話... 如果在... 紅外線底下... 會不會... 有會出現... 白色... 黑色的樣子... 謝謝... 對... 工業... 如果說... 你如果要... 偽造一幅畫... 如果你用的材料跟... 就是... 從什麼... 天然的材料這樣子... 這樣來弄... 基本上... 畫好以後... 我們是完全分不出來的... 如果你的技法... 材料... 原料...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 我們是完全分不出來的... 但是呢... 這個... 呃... 這個... 反正... 百密總有一書啦... 那... 通常你如果是... 這麼講究的人... 大概也不用去做... 就... 你的技... 你的手... 你的技法已經這麼好... 你的用料已經這麼講究了... 你通常不需要去... 就去... 偽造畫... 通常你的功力... 都已經非常好... 你就... 規規矩畫就好了... 所以... 大概... 大概就是有關這個... 鑑定的部分... 基本上還是歷史系的人... 歷史系跟美術系的人... 他知道你那個手法、技法是怎麼樣的... 那我們科學上所... 所提供的東西是... 事後的證據已強了... 目前為止是這樣子... 那... 當然就是說... 我們用的那個... 顏料喔... 目前工業生產所做的顏料... 其實... 顏料沒有很多種... 我們工業生產所做的顏料是... 只有做三種... 就是我們印表機那三種顏料... 就是那個CMY... 就是那三種... 然後就去調... 其實就是那三種去調... 調出所有的顏色... 那三種的話... 在紅外線部分... 它都是白色的...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這邊... 老師你好... 那個... 我有兩個問題啊... 我第一個是說... 嗯... 剛剛有提到... 就是... 一副畫作... 如果... 經過... 就是... 這麼多年下來的話... 可能會遭重駐或者是... 發霉啊... 那這兩個東西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我們用紫外線去找畫給抗球物發明的狀況 那重鑄的部分分辨出來嗎? 因為重鑄它就缺一塊 就只能看得出來它就缺一塊 它就缺一塊 那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只是把缺一塊的地方認為它是重鑄 然後如果我們去照 它有比較不同間色的話 認為它是物發明 那請問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那個發霉 應該說是所有發霉 因為發霉 基本上發霉是生物的一種 那為什麼這些發霉的東西會產生影光? 通常就是生物的痕跡有沒有 比如說雪漿 就是你只要是生物的雪漿 裡面只要有液體的 大部分都會有螢光 都很容易有螢光 所以像那個 其實這種螢光的這種 這種攀攝影 那個刑事局的監視科 他們是用這樣多的 那比如說這個雪跡 比如說這個量有雪跡對不對? 你把雪擦掉了 可是呢 你把雪擦掉以後 你是把那紅色的部分擦掉 可是雪漿裡面的那些液體有沒有 那個其實就會有螢光 所以當你現場 你把它擦掉以後 它用那個紫外線銀罩 哪個地方雪跡 噴隙的方向都清楚楚 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 你要把那個東西再把它洗掉 也是可以洗掉的 我忘了是哪一種 哪一種藥水 那還是可以把它洗掉 那我們的 比如說 像 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像那個 毛毛蟲爬過 有些不是上面有些黏液嗎? 那個都有很強的螢光 所以它爬過的痕跡在哪裡? 那當然 黴菌這些東西 坦白就是 它裡面的黴菌本身就是潮濕的環境之下 它本身就有一些 裡面會有一些 它本身的纖維跟什麼 那本身就有螢光 老師 你是說那些螢光是自發性的? 對 自發性的 不是因為極霸胎回來 也是啊 也是啊 就是它本身的 不是因為照過UB之後 才會有螢光 還是說它本身 你就是要用照UB? 對 螢光的話 通常就是你要用一個比較 能量比較高的光去照它 然後發出比較長波長的 這種叫做螢光 所以 比如說像紫色或藍色螢光 我就要用紫外線去照 那綠色的螢光的話 通常我用藍色的光去照就會出來 如果它是綠螢光的話 那紅螢光的話大概就是用那個 黃色光或是綠色光去照 那能量的高低就是 紅塵黃綠藍電池就是越來越高 所以它的波長 它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螢光通常是這個樣子 剛剛說紅色的螢光 我用紅色光去照 所以基本上只要等於是 大部分的紅色的螢光都是用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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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黃綠 橙光或綠光去照 它就會發紅 它需要 它如果會發紅色螢光 通常需要 它需要橙色 橙色 黃色 綠色 藍色或是紫外線去照 才會發出黃光 那如果是我用 如果說這個東西是綠色螢光對不對 我用紅 橙黃去照 它絕對 不 它是不會發光的 我不希望藍光或紫外線去照 它才會發光 而且它的顏色就是綠色 好 這邊 那我想請問就是 如何是有那種綠色的性質 他們先用的方法是用霜水 可是就我們的綠絲應該是很難消滅的 沒有 它是蠻漂白的 就把它變成白色的就好了 因為綠絲大部分是黑色的 也有橘色 紅色 是嗎 那它把它弄成白色就好了 那這樣不可以綠綠嗎 沒有 它基本上你雙綠線它就死掉了 綠菌本身就死掉了 所以 他們用的方式就是 他們其實就是 他們在清綠菌的時候 其實就是拿著棉花棒 然後下面有一個 那個畫是鋪在一個 那個吸 就是下面會有洞洞 然後把它往下吸的 然後先用那個 有一種會震氣 霧氣產生氣 先把那個整個畫 讓它有點濕潤 濕潤以後呢 拿著棉花棒 一點一點這樣子 這樣子點 就是 就是擦一下 然後它同時把那個 刷水就直接往下吸 讓它不會 不會跑到別人這樣去 然後一點一點一點 反正就是這個 所以它在清那個畫是用棉花棒 所以你看它畫得多大張 用棉花棒一點點這樣 用大面積的 比較平滑再刷 不行 不行 都是用棉花棒 OK 棉花棒再慢慢弄 然後碰到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原料的地方 如果它還要先試一下 會不會原料脫落 如果會脫落的話 還要再加一些 甲殼素或什麼東西 把原料先把它暫時穩定加 所以就是 就是一點點再弄 那要修復那個破裂是怎樣修復 他們如果 因為東方書畫的話 通常就是 我把後面的紙 就是全部都撕掉對不對 那其實都是 就是把它噴濕 然後一層一層撕掉 對不對 撕掉以後呢 接下來就是先拿一張 就開始 就拿一張紙把它錶上去 就先拿一張紙 那它位置都沒有跑掉 就拿一張紙把它錶上去 錶上去 錶上去有時候乾了 就乾了以後再把它放過來 那所以呢 原本的畫作就固定在 我裝表的地張紙上的地方 然後呢 接下來就開始不動了 如果是紙髒的話 就比較簡單了 就挖跟它 材質厚度一樣的 像是個紙髒 剪成一樣的形狀 把它黏上去 用黏的 那個邊邊就是 為什麼不會消掉 蛤 你是說 黏的地方 就是它的那個 因為這個地方只有紙張 就缺了嘛 所以就要補一張紙 就補一張紙上去 它那個厚度 必須跟原本 畫的那個厚度 必須要一樣 所以就乾這樣子 向前進去 那問你 就像我們去裏外國的動物 是不是會有什麼事 噢沒有 那你為什麼沒有做 噢沒有 它是 對 它是 因為我們的畫紙 通常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畫紙 現在把它黏在一張紙上面 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紙 黏在一張紙上面 那這個現在不是就缺掉了吧 那缺掉的話呢 它再來把它填一張 那形狀要完全一樣 用黏的 因為它現在不是有一張紙的嗎 就直接再把它黏上去 不是 不是黏在原本的那個畫上面 原本的畫是貼在下面一張紙 然後它就黏在那個紙上面 它就高度一樣 那洞什麼 造成什麼這個 沒有縫意 看不出來 呃 這個就是技術啊 他們 他們要 有啦 他們基本上先 就是先拿一張半透明的紙 先去瞄那個洞的樣子 然後呢 那 瞄出來以後 反而就是再把我要弄那張紙 貼上去 按照那個形狀剪下來 剪下來 再撕下來 然後再貼上去 對啊 所以為什麼修衣服啊 你光那個工 是非常費工的 那他們 大概修衣的話 進來就是大概就是 一進去就是 反而就是那個 修的時間就是 你就要欠一點就對了 然後他們就會修衣 對啊 因為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 你要等它乾啊 要怎麼樣子啊 弄平啊 那個其實都需要時間 然後他很多人在那邊弄那個 一個洞一個洞在補 所以像 像之前那個豬幫那一幅畫 那上面好像總共有四千多個洞 然後就一個一個在弄 所以那幅畫總共修了三十幾萬 其實很便宜啊 所以家裡面有什麼畫要收好 不然你那個 他要把所有的被子全部撕掉 全部撕掉以後呢 再把它重新裝掉 而且張老師這個 用料非常講究 那個材質跟品質 還有配色什麼是非常講究 請問還有朋友有問題 請問問 請問問 剛才你有說 不要隨便把文物卡去照X光 不然下一次 做那個螢光檢測就不準 那想了解說 那等多久 才 就是才還可以再做這個 就是 下一個X光之後要等多久 照過一個之後就沒救了 就沒救了 就是你沒有辦法做這個螢光 它那個 它那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 我們在自然界其實有很多輻射線 所以呢 它 一燒好以後 就是燒的東西 一燒好以後 就開始接受這些輻射線 那 所以它倒就是檢測說 你總共收了多少輻射線 然後再反推 大概經過多久 那你現在給它多了一些劑量進去 它就會多出很多年 多出這些年 我也不知道到底多了多少 那如果它有紀錄它用多少的量去照過它呢? 就是如果它做這個造X光這個動作的時候有詳細的紀錄 它會用了多少的量來照 好 這個就是為什麼不要常常去照X光的原因 你那個 它照的是X光 等同你大概 大概 不想多少人 對啦 對啦 而且看你拍幾張啊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應該是你的關係 還有沒有朋友 想要問鄭老師 好 如果沒有 那個 剛才你呢 就是說一般那種造X光那是OK 那不是人家電腦鑽很少 那就拍很多張X光 哪怕你別成3D了 那個紀錄是非常高的 所以X光拍還OK啦 沒事不要去照電腦斷震照 沒事會照出有事出來 所以通過那個 我們普常一通過海關的時候 照那個沒問題 嗯 我們整年不會耐是行李照 對 那行李文物啊 哦 我們就不會做過那個 比如說我們要出去參展的時候 我們是不過X光機的 對 就不可以做過X光機 好 這個真的非常熱烈 但時間關鍵我們不得不做一個結束 那在做結束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感想 非常精彩演講 但是我想科學的進展 其實擴展了我們的事物 以前我們只能用可見光 因為我們眼睛只看得到可見光 現在透過這一些工具 我們還可以看得到魔外線 還可以看得到紫外線 而且還可以利用這些技術 來做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說科學跟人文其實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中間要多多對話 然後就是不管是科學家 或者是你今天是人文學者 我們都希望我們彼此是 就是都在這個地球上 然後共同關心我們的環境 或者是古文物 那最後 因為我們 科學公信義台生意主任也趕回來了 那我們就請我們易老師 來頒發一個感謝狀 給我們鄭念中鄭教授 然後也借各位的手 就是謝謝今天我們鄭老師 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 謝謝師傅 好 這同時我要跟各位朋友介紹 因為我們接下來 還有好幾場精彩的演講 歡迎大家就是盡量來